以家衝突至今 造成加薩死亡人數超過三萬人 二十九號還發生了 以色列軍方攻擊等待物資的 巴勒斯坦民眾 釀成至少一百一十二人死亡 七百六十人受傷 但是以軍宣稱 是民眾搶奪物資 開牆示警不要推擠 但隨後他們又改口 是民眾推擠 那麼援助的卡車失控之後 才會衝撞碾壓人群 民眾聚集在卡車上 用門被蓋住犧牲者的遺體 村旁還有不少人拿著物資 用旅車木板將犧牲民眾帶走 以哈衝突將近五個月 人道救援越南越南深入戰區 二十九號還發生 巴勒斯坦民眾接獲消息 到指定地點等待救援物資時 卻遭到以色列軍隊攻擊 釀成超過八百人傷亡 針對這起事件 以方宣稱以軍坦克協助人道救援車輛 到達目的地 但看到人群逐漸以不理性的方式 包圍卡車 以軍感受到威脅才開槍 又稱民眾是遭到卡車碾壓死亡 同時也質疑死傷人數過於誇大 而以方的說辭 跟現場民眾的說法難言被撤 美國總統拜登指出 這樁慘劇 突顯出立即停火的迫切性 離開國譴責這起事件 並且要求展開公正調查 哈馬斯則是強調 這起慘劇將影響以哈停火 跟釋放人質的談判 而以哈衝突以來 迟失沒有達成第二波的停戰 跟人質釋放協議 二十九號的慘劇 讓加薩地區累積死亡人數 超過三萬人 其中有一名九歲男孩 二十號家中被飛彈擊中 受困寡力堆下 道地的民房部門搜救到第九天 發現一名呈現嚴重脫水狀態的小男孩 緊急將他救出送醫 這名男孩也奇蹟生還 一哈衝突遲遲不結束 兩國人全事務高級專員 特克除了呼籲停戰之外 也指責雙方都犯了戰爭罪 特克表示將提交關於加薩 跟約旦河西岸的人權情況報告 內容記錄許多 可能構成乙軍戰爭罪的事實 另外武裝組織哈馬斯 在以色列進行攻擊 跟扣押人質 也違反國際人道法 或與國際法庭進行調查 追究責任 段新聞陳順宜 注射 注射